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1日下午46分与10分接连发 7.6级地震,连东京都感受到明显摇晃 有东京迪士游客拍到地震时 在场游客吓得蹲下避难 由于震不断,网民担忧大地震是否会造成严重灾情 东京迪士尼乐园游玩的网民发布一则 片表示,突然响起紧急地震警报,大家都没说话 街蹲在原地等待 影片中,东京迪士尼陆地的游 们在地震发生后全都蹲坐在原地避难 不敢动,画面十分惊人 由于是次地震猛烈,社交平台X前 未推特网民则在第一时间纷纷发文表示 镇央石川的地震连东京都感受到摇晃了 看电视看,一半突然有地震快讯出来 东京摇了有一阵子,然从新年就开始大地震 希望石川人平安等 日石川县灯能地区发生规模7.6级地震后 石川县发多宗房屋倒塌,路面贪方灾情 而泄县也确定有医受伤 根据气象厅统计,在短短一小时内就连续发15宗地震 也让各地民众惊慌失措 亦有民众露面裂的空地上集合避难 消息指,石川县轮倒是更 现火灾灾情,根据全日本新闻网直播画面 熊熊是瞬间吞噬整排民房 同时冒出浓浓黑烟 TBS新闻 到,受到地震影响 石川县和新系县部分地区出 手机、电话、网络无法使用的状况 目前尚不清楚 否影响到受困民众对外求援 日本当局已在地 时间与首相官邸成立灾情指挥中心 正逢新年 假的首相岸田文雄也提早结束假期 处理地震、官事务 另一方面 登能海上保安署指出 99内有多艘船之沉没 另外99湾附近也有到 因地震发生塌陷 海上保安署提醒民众 若要经附近地区 务必小心行走 根据共同社报道 石川今则是一座神社的鸟巨坍塌 而神社腹地内也多处地面塌陷 建筑物内物品散落一地 为了躲海啸 附近居民纷纷躲到屋顶上 星岛陶 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